黑計畫是怎麼做的 因為沒有這份3月31號的公文 沒有嘛 所以他就拿8月19號的那一份 把它加注成3月31號 就是那一部分 原始的文件完全沒有註記 而且加注之後錯誤日期 其實這個戳記 你還要去製造 對 它不是說你用手寫或者是打字 它自行把它貼上去 對 這個完全是經過加工去衛造而成的 這就是變造文書 那麼就由劉一如來變造 可是劉一如怎麼會去變造這個呢 那我們認為他後面有個常慶文 然後大家再想一下劉一如當天 昨天早上的記者會 他是怎麼講 禮拜一早上的記者會他是怎麼講的 他一直在暗示藍軍的立委 兩份機密公文不是問題 沒有問題 我告訴你 331才是重點 331才是重點 在那一天演講了五遍 那些藍軍立委終於恍然大悟說 這一份這一份才是 他才告訴他們 這一份才是重點 這一份才是重點 就是劉一如連續提醒了五次 然後呢 接下來就謝國良 林議事他們就質詢 用這個 然後經建會主委來爆料 為什麼他就爆料了五次跟你講 那才是重點 那個才是重點 然後接下來立法院 跟國民黨的黨團 就來用這一點攻擊 用這一點攻擊以後呢 就造成了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 就是說蔡英文在3月31號 有參與TIME的這個說明會 所以呢 他既是行政院副院長 又是主要投資人 所以呢 接下來就可以怎麼樣 特徵組就可以發動搜索了 所以特徵組在之前 就已經講說 我們分案在查了 也是要配合演出喔 我覺得那句又是配合演出 可是呢 後來會不會搜索 因為被民進黨發現說 你如果沒有拿到這個原始文件 那他就搜索了 就開始搜索了 這可能性非常非常非常大 他就進行搜索 搜索以後呢 馬上約談 搜索完了就約談 可能約談蔡英文 也可能約談蘇貞章 也可能約談何美約 就是搜索可能從蔡氏家族 全面搜索開始 全面一定 然後搜索完了以後 甚至說他拍照 政權辦公室搞不好都敢來啊 來了以後呢 然後他就約談這三個 這三個任何一個 他隨便跟你交保 哇 那就事情都大了 交保啊 犯罪嫌疑重大啊 然後呢 甚至可能跟你收押 然後就影響選情 等到選舉選完啊 就像蘇貞昌當時在屏東的案子一樣 一顆石頭說他買三百萬 一顆九頭三百萬 說真的怎麼這麼空 哇 老實了 等到水落石出 蘇貞昌沒有這回事 抱歉 你已經落選了 這就是整個馬正如的做法 所以今天 這個劉毅如啊 還說你要 那個是小問題 那個不是問題 我告訴你 所有的問題通通在這裡 那我再告訴大家 今天劉毅如要開始 他發現出了錯誤了 他昨天我們以為他道歉 就搞半天原來不是他道歉 道歉不是他講 說那個記者自己寫的 好 現在大家想一下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劉毅如在所有的報紙都看到了 他打誰 他打何大一 沒錯 他現在拋出新的疑點 他要何大一出來說明 我在想齁 重點齁 實在是令人感慨是說 當這些專業人士 都已經站出來去還原現場 何大一 翁啟惠 楊玉銘 跟陳元寵的同時 為什麼這專業領域還原現場 為什麼還引發劉毅如 要砲打這些專業人士 這是一個重點 我在這裡要先告訴大家 他打何大一 用第一個 他說何大一就是政治 你有沒有拿技術股 你有沒有拿技術股 你有拿技術股 那你就是利益的記得者 你拿到的利益 你當然就講何美越的好話 你當然就講蔡英文的好話 因為你拿到技術股 他拿到多少技術股 就是說 就是他的技術股 是一萬千股 等於是一萬千股 一千萬股 他說你怎麼拿到一千萬股的技術股 你賺了錢啊 你從語稱賺了大錢啊 他一直在罵何大一有沒有 所以昨天的友台 通通恭喜何大一賺錢啊 你這個案子賺錢啊 何大一講話都不公正啊 我現在告訴你 何大一那個技術股啊 一千萬股啊 是誰給他的 我告訴大家吧 第一個 何大一那個一千萬股 是在民國98年5月26號 董事會決議要給他一千萬股 民國98年5月26號 董事會決議要給 要給他的時候 請問他誰執政 國民黨執政啊 國民黨這件啊 然後呢 我們宇昌董事會決議要給何大一一千萬股以後 要報到經濟部 因為裡面有國發基金 那麼報到經濟部以後 經濟部在98年9月17號 核准核准什麼 核准何大一 可以從宇昌拿到一千萬股 請問誰核准給他技術股的 技術股不是民進黨給他的 也不是民進黨政府給他的 更不是蔡英文給他的 是你們國民黨政府主政之下 要在民國98年9月17號的經濟部 核准通過給何大一一千萬股了 既然是這樣子 你們自己決議給了何大一一千萬股以後 你們反過來再來罵何大一說 你有沒有拿到好處怎麼樣 這種講法我要告訴大家 劉易如啊 你把國家的整個生技產業 為了政黨的選舉操作 你把這些科學家 你自己給人家技術股以後 再說人家貪心 人家有利益 然後把人家一巴掌這樣打死 在昨天的報紙這樣出來 我們今天回去查了 以後發現說 喔 原來他拿到技術股在這個時候 你看 那劉易如請問 他在講何大一拿到技術股的這一部分 是不是又屬於變造屬於偽造 也是屬於說謊話喔 對 劉易如出來講清楚 你什麼時候給何大一這些股份的 是民進黨給的 還是你國民黨給的 講清楚 所以我要再次強調 這個選舉操作 竟然把這些 國際知名的科學家 一巴掌都這樣 要全部打掉 只為了你滿久政權的維護 這個政府太可惡了 來 王定宇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的發展 因為在昨天本來 劉易如的道歉會讓我們認為說 事實上他真的知道問題所在了 可是很顯然這場道歉的背後 他拋出新的議題 而且他覺得 他態度認為 其實這不是這麼嚴重的事情 一個可能意圖使人不當選 而且是偽造文書 為什麼在劉易如感覺 不是這麼重要的事情 還拋出新的疑點 指向這些專業人士呢 來 你怎麼看 我們必須要很難過講 就是說 好像現在在 吳敦義的行政院 馬政府裡面的官 不只海豚會轉彎 什麼都會轉彎 我們剛才看電視 明明劉易如說 對日期物質 他覺得很遺憾跟抱歉 他今天也怪記者 都是你們亂寫的 我哪有說道歉 我是覺得這件事情 我接起立書剛才說的 像何大一這樣子 國際知名的雞尾酒療法的專家 或者這麼多生技的專家 如果看到台灣為了一場選舉 連技術股給他的時間 就可以把它藏起來 那叫 昨天很多人講的邏輯說 何大一拿人的好處 絕對說人的好為 何大一應該現在站在劉易如旁邊 幫忙罵蔡英文才對 因為他是2009年拿到技術股的 可是這些科技人 或者專業人才 不會去參理這些人 他就是拿他的專業來做 而台灣 台灣在BioTech這一塊上面 能不能涉足到下一個領域 創造生物科技這個領域的 所謂的台積電 這些人是很重要的 結果今天為了一場總統選舉 存29天存30天死贏 把這些人拖下來罵 糟蹋烏魯 只為了影響選情 我覺得 劉易如做我最遺憾的 不只是他 他本來就有藍有綠 我們台灣政界本來就有 但在藍綠之外 你怎麼沒想到你做這樣的事情 對台灣的生物科技界傷害多大 第二個 屬性是什麼 日期到底重不重要 還是像吳敦義講的 日期沒中央 日期如果不重要 林醫師幹嘛開個記者會 這麼三八的在後面貼一張條子 八問蔡英文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3月31號 你是什麼角色 他問的啊 如果日期不重要 林醫師是黨團的黨編 你拿出來問什麼 如果日期不重要 我們的經經會主委 為什麼一直告訴大家 331很重要 331多重要 我們沒什麼研究法律 我們才知道 你當我們在行政會上班 你就不能去投資民間公司 它有條界線 所以是三月的公文 還是八月的公文 影響很大 那第三個事實是什麼 我們今天看到一件事情是 林醫師說 這個我誤職了啦 因為好多資料 我閒來閒去啦 洪秀主委員 就牽錯盤萬錯都是別人的錯這樣子 不是如果你講那個話 我是覺得 你如果把藍綠拿掉 你會講出這種話嗎 就說 哎呀我們追太緊了 追太緊了太快了 所以他拿出一份東西搞錯了 什麼叫搞錯呢 我拿中國時報跟你講 這是自由時報 這叫搞錯了 看錯了 我幫我們辦理 可是我如果是一張紙上面 還要去寫東西 瞎離瞎跌丁桃 那個不叫搞錯 那不叫弄錯 那叫偽造 我今天 好六元坐我旁邊 我要罵他 我要紫色他 我拿出一張紙 我才說他有簽名 這件事情是他做的 那不叫搞錯 那叫污衊 那叫抹黑 可是如果今天 有一張支票 寫王定宇 然後我看成王定宇 那個有可能看錯 我們不要苛責 這件事情是偽造 是刻意的偽造 如果你在搭配 國民黨最近選舉的情罪 你注意看 從邱毅爆料 立法院質詢 今天會回答 解密 到最後質疑331這份公文 如果後面 創人門手頭 沒有這個 沒有這份證明的話 你知道這個禮拜 他們推出的 競選廣告文件是什麼 清廉 馬英九 這個禮拜的競選廣告 我不管你的皮鞋 拿那個飛機皮 修幾次了 他這次的公格 就是清廉 打頭髮 那些衣服 泳褲 泳褲 泳褲破洞 還補補起來了 我不管那個是真的假的 他這禮拜的選舉節奏在清廉 而搭配我剛才講的這些順序 國民黨的競選總部 跟國民黨的行政院 政府跟金山總部 基幹那個節奏感 可以配合得這麼好嗎 所以我是覺得 這是不是水門案 我不像類比 但我看到是 一個政黨為了選贏 用國家的公務員 國家的財產 去偽造 去栽贓 然後呢 還死不認錯 現在又去栽贓何大一 結果現在抓包 何大一的技術股 也是你們給他的 抓包第二次喔 然後再來配合選舉的節奏喔 然後最後我們要講的是 他不只不認錯 還說這是國民 民進黨害我們找錯的 我覺得 洗肝有一些基本的道理 你錯了就認錯 該面對司法司法 你這樣拿下去 真的對選情有幫助嗎 來雷委員 這樣子一個犯罪意圖 還不清楚嗎 這樣的犯罪事實 還不夠明確跟具體嗎 首先我當然是希望台灣是 不分藍綠只問是非的一個地方喔 那麼所以在法院上 當然你要講的是事實 完全的事實 沒有加油添醋的事實 那麼其實到目前為止很遺憾 我待會可以拿這個自由時報 今天的這一個大事記來告訴大家 其實兩邊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都有特別的遗漏了某些事情 所以他並沒有講完全的事實 那中間當然也有加油添醋的部分 那我一直的立場就是 因為我自己做過當事人的家屬 在非常非常痛苦的一個情況之下 知道呢 政治操作會讓當事人白口默辯 所以無論是什麼的人 都不應該被政治操作 但是也很不好意思要跟康議員說 並不是史無前例的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無論是郝龍斌的選舉 或者是在當時的那個 縣市長選舉的時候 民進黨也有用 行政、立法、司法跟媒體 一起在操作一些司法案件 試圖來在政治上面 做出他們比較重要的 可能的贏面 那現在容許我講一下 為什麼我說兩邊 都沒有講全部的事實 那事實上昨天晚上在另外一個節目 我就特別告訴大家 我不認為3月31號 那份文件是正確的 因為它不符合所謂的PPM PPM是叫Private Placement Memorandum PPM通常是差不多有一寸那麼厚的一個 私募招股書 那私募招股書裡面 是有很多的文字敘述 包括它的未來的結構 那麼它昨天那份文件 一看就像是一個PowerPoint 它看起來像是一個公開說明會的時候 給大家看的一個東西 沒錯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他當時劉宇說 我找到一份PPM的時候 我就說那這個東西 證據方法 我覺得要先存疑 那既然證據方法 可能要存疑的話 它的證據能力 當然也是存疑的 那現在果然發現 它中間有一些物質 不過整個宇昌案 我為什麼說 大家都只講部分的事實呢 如果我們看今天的自由時報 這個版裡頭 它一開頭的時候 剛才徐律師特別說 3月或者是8月 是唯一的關鍵 其實不是的 因為是在那一年 我們昨天解密的兩個文件 都是在最上面這裡 在最上面 2007年2月到3月之間 第一份是2月9號 何美月的文 2月11號 蔡英文P 2月15號 蘇貞昌P 說要開始進行這個案子 第二份是3月21號 也是何美月的文 3月22號 蔡英文P 說這個案子中間有發生了 巨大的改變 包括呢 中間的經濟利益中間 有很巨大的改變 本來我們可能預期 只要出5000萬 但是一層一層一層 其他過去的貨有負債 戴的帽子結果 是1億三四千萬 所以在2月到3月中間 這個案子忽然進入了 叫做Fast Track 在我們的國發基金 我們大家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可能要看這個表 比較清楚 大家知道我們國發基金呢 有兩個程序 一個是高玉仁 當初申請的程序 他就按照照布來 一開頭要去看這個案子 是不是好 然後有人去審核專家 等等等等 一路要最後要有 投資委員會的合可 跟管理委員會的合可 這是照布來的 另外一種呢 在這底下寫得很清楚 在行政院的網站上也有 就是由行政院長特批 行政院長特批以後 他就可以直接這個案子 可以直接撥款 所以我昨天也特別提醒大家 拿出這兩